我手上 你認得了 就算我拿你的冰塊 為什麼我拿一把冰塊給你看呢 因為我教你們怎麼處理我們的傷口 傷口很重要 為什麼 如果是簡單的傷口 就很容易吐 因為我當年是自己的 我的腳呢 我過馬路的時候很緊張 我不小心整個撞沙 撞到就是這樣了 撞到已經 這個我直接設定出來 你看不看得出來 撞到它很紅的種種 因為我最偉面 走路都不動 回到這裡 我就不會怎麼處理 以為它很簡單的傷口 我就塗一點藥油 添添膠布其它止血就OK了 但是不是這麼簡單 後來過了一個星期 咦 為什麼順便陰了 但是呢 它裡面還要 我說 哎呦 還沒有好 慘了 這個傷口 我就很擔心 為什麼整兩個星期 那我就看到 哎呦 不行的 要這樣自己殺了 我怕我已經有那種 什麼什麼破傷風呢 頭都走出來就慘了 所以我很簡單的方法 後來就 Good idea 想得了 就是用這個方法 首先呢 我們傷口 撞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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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我們撞沙 撞沙 那些骨頭呢 傷害了 撞傷我們的骨頭 就是因為 皮膚很容易撞 骨頭很難的 當你用一種刀 撞沙 撞下去的時候 才會發出一個聲音 就是因為 我們的骨頭 低沙 當然沒有問題啦 但是我們的皮膚 跟骨頭就受傷了 很重要 所以我就想到 骨頭 其實你擦什麼 都很難好的 為什麼 它是骨頭 裡面 要慢慢 一種 復環的 然後呢 我就想到 一塊 薄的 薄的 薄的薄 薄的薄 為什麼薄的薄 薄的薄 其他容易 將冰塊 容易打進去骨頭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冰塊 如果不放在冰塊 直接放在皮膚裡面 它的冰塊會傷害我們的皮膚 已經受傷了 你沒有 夾住它 它的皮膚骨頭 也是 寄冰塊 弄香了 所以很簡單 你將 薄薄 很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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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然後 然後 將冰塊 放在冰塊 放在冰 第一次 你帶它冰 20分鐘 冰了之後 每隔 一個小時 再冰一次 當你 剛剛 受傷了的時候 最後 你一定 冰了一個小時 第一次 然後 冰 冰到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你記住 看你的傷口 如果覺得 厚厚多 或者 不需要用到冰塊 當然 你就知道 那種緊張 很快 在你 冰了之後 你不會覺得痛 因為 當我們 我吃過好幾次 難多 不要緊 一點點 撞起了 撞傷了 沒有問題 然後 哇 真的到晚上 睡覺的時候 真的睡不著 所以我也 沒辦法 我就爬起來 也是用這個冰塊 用了這個 一 一 叫 睡得聽念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你們 用得著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很多時候 不管 流人也好 年輕也好 或者孩子 當兵 不小心 很多 撞傷了 我不怕告訴你 一件事 很懲罰 真的很懲罰 我的孩子 當他的兵營 撞到的腳 這樣子 他回來的手 他的腳 被殺 我就說 為什麼你這樣走路啊 然後 看到他 哎呀 然後 他幾天就被我看 就算這個問題出來 他根本上 會來的手 走路就不動了 後來 我勒咳 幫他 因為那天 我上次胡來的 拜胡 拜廖 拜天 隔一天 他轉兵營 我不怕死人 殺到 他可以跑回去 哈哈哈哈 就是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簡單 為什麼簡單 挖肚跟皮膚不一樣 因為皮膚跟皮膚 比較容易扶環 挖肚 當我們撞傷了 撞傷了 好像發出腿 就是令到挖肚已經傷了 那種聲音 所以 我們一定用 我不怕告訴你 如果你看醫生 沒有用這個方法 也是很難很難扶環的 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或者傷口發炎 但是用這個方法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的 保證給你們看 就是這麼簡單 鋪上去拿個冰塊 大概二十分鐘 一天 幾次 好幾次 看你的需要 譬如說 你二十分鐘 一個鐘 一個鐘 一個分鐘 你看到情形來找 就是這麼簡單 OK 希望你們用得著 拜拜 拜拜